妈 满操 满操 缸里没粮食了 奶奶 二满 奶奶 我不是二满 我是三满 这不有一包吗 奶奶 我给你打开啊 嗯 奶奶 您没事 别总叫我爸爸 我爸爸 他走了 他走了 什么时候回来啊 妈真的没想到 你现在过的居然是这样的日子 你说你为什么每次打电话回家 总说自己过得很好呢 妈 二满 你该骂你知不知道 你是确确实实的傻呀 你怎么给自己选了一条这么多路呢 妈 你饿了吧 我给你做饭去了 别打仗 陪妈把话说完 妈就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这不是骗妈 你也是自己骗自己 妈 你干嘛 你干嘛说句心里话 你一上回来 弄那个假订婚 是不是冲了冯三萍来的 这不还都是被你们给逼的 怎么是我们逼的呢 我们怎么逼你了 这话 本来我想一辈子烂肚子里 就不说了 可是今天你问了 我就告诉你 好 于大满 凭什么打全人冲三萍一条腿啊 可这些 不都过去了吗 真的以为都过去了 怎么可能就这么过去呢 打那以后 我的名声算是响了 整个小城 都知道我于二满 是个女流氓 我走哪儿啊 都被人说三道四 指指点点的 是人不是人 都想跟我套个技乎 不就是想占我点便宜吗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只有一个人不是那么想的 那就是冯三萍 我在外面被人欺负的时候 是冯三萍帮我去打架 我被人指责一轮的时候 是冯三萍替我出气 阿满 这些话 您怎么不早告诉妈呢 我告诉你 你能听吗 我们全家人 不都不待见她吗 你不是说 她是个流氓 你们把好人都当流氓 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吗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当所有人都不待见我的时候 去用冯三萍 她把我当人看 та天啊 快要回头 再喝点啊 来 哎呀 什么时候你要是把这个 俞大满的大全给夺了 你就真成了老板了 嗯 秋苏那破招式 我还嫌累得慌 怎么了 海洋洞更大的 也对 再等等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它翻一下 爬得越高 摔得越狠 再让它往上爬吧 你以为我真的愿意离开那个 我自己长大的地方吗 我这不是没办法吗 我在江城那个地方过得有多憋怯 您不是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花钱请人帮我眼内出席 帮我办那个假婚礼 我就是想跟我的过去 跟你们这些人 从此不再有任何的瓜葛 阿玛 是 我眼内出席不仅是给你看的 给全家人看的 最主要的 我是给冯三萍看的 他对我的好 我都已经还给他了 从此以后 我们俩之间不会再有任何的牵着 阿玛 你这有何苦呢 什么都不牵扯了 什么都不牵扯了 我就清静了 我认命了 我现在不也挺好的吗 这也就好 妈 这对我来说 我已经知足了 那你以后咋办呢 先这么着呗 我以前折腾得太厉害了 我已经折腾不动了 就算是报应 过一天算一天呗 好 妈 你要今天 妈也有错 这样吧 跟妈一块回家去 让妈慢慢补偿你 妈 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 还有什么好事都补偿了 有 一定有的 只要你愿意跟妈回去 妈 妈求你了 跟我一起回家吧 我跟你说一事 我认识一老板 是我们剧团以前的赞助商 他可逗了 脑袋刮上毛都不长 这干什么赔什么 两年前 自己神神叨叨去买了只破股票 这个好 两年后这哥们发了 这股票翻了十多倍呢 后来有人叫他 去东东亚买个什么神发水 这个好 自己回家抹一抹 这脑袋上的毛又长出来了 你说动不动 还有这事 是啊 说真的 我发现这家餐厅的菜 挺好吃的 好吃吗 嗯 欣燕 你猜给我今天做了点什么事 什么事啊 我把保龄球馆的一条球道 还有咱们经常喝茶 那茶楼的茶堵 为它长期地包下来 真的 干你干吗呀 大碗哥 有魄力 像个老总的样子 余总 我敬你一杯 来 干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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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走了 晚上咱们餐厅见 我今天约了重要客人 你可千万别迟到 放心吧 走了拜拜 小致姐 小致 新莲跟你说话呢 你怎么不搭理人家 大白 你有点正行好不好 你能干点正事吗 我干的都是正事啊 行了吧 自从那新莲回来 你这心还在超市上吗 我看你是鬼迷心窍了 大蛮 你整天带着那个新莲 除了吃喝就是玩乐 你还真以为你是大款啊 没事在人女孩面前显摆呀 你说什么呢 我说什么你不知道啊 我是提醒提醒你啊 你自己掂量掂量 你有几斤几两 别在人面前冲大象 大象还没冲完 咱这超市先没了 行了行了 要是没什么事啊 你先忙你的去吧 新莲她不是那样人 那就最好了 好 刘哥 嗯 等等 这个月的销了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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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好 哈哈哈 大门啊 能不能够说一句 不该说的话 说 你的秘书啊 可真够亮的 是不是 来玩的 好酒量 来来来来 来看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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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你这 不是 你这贴鬼脸 就贴鬼脸吧 你就别在这鬼哭狼嚎了 你影响我工作呀 我 我这哪叫鬼哭狼嚎 我这叫哼歌 哼歌 哼歌 心蕾 这一段时间 跟大满出去玩快乐吧 快乐着呢 快乐就好 快乐就好 我可提醒你啊 大满的钱呢 也是辛辛苦苦挣着的血汗钱 那不是大风刮来的 别老顾着人大满花钱 对 爸 我说你吐吧 你不爱听 那就包装好不好 现在这个社会 都是看人下菜底的 你说大满 他有什么也有我 他能树立起他现在企业家的样子吗 他就一超市小老板 是吧 我这是啊 把一个 泥捏的大满 给他刷上金粉 镀上金边 你说我容易吗 是不容易 是不容易 你是不是看上大满了 我 我看上他 得了吧爸 像大满这种啊 我一抓阿姨一大把 吹吧你 我吹 我这哪吹了 爸 你小看我了 你女儿啊要是没点真金白银的 我才不正眼瞧她 哎呦行行行 到时候 你给我领在家里那个 你别看走了眼就行 您 阿姨你 坐坐 哎 你 封三平 你怪过阿姨吗 看我问你是什么傻话 当年我拆散了你个案外 你怎么会不怪我呢 封三平 要是那个时候 阿姨在你们的身上做错了 你能原谅阿姨吗 你看 眼瞅着你就要成嫁了 我们二蛮 他也找到了好的归宿 我真的希望你们两个 都能够和和美美的 那您替我转个二蛮 祝他们两位 也和和美美的 白头偕老 永远幸福 我也替我们家们 祝你跟你媳妇 能够好好的过日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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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阿姨 我有点事先出去一趟 您先坐下我出去吧 马上 在今天 你们照顾好 阿姨 问你不认可 如果是你才能切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碗呢 我这是冲着你爸满仓的面子 一次才卖给你这么多 我爸都没了好几年了 面子值几个钱 瞎说 这股份呢 原则上是只卖给本厂职工的 你跟咱们红星厂一点瓜哥都没有 要不是冲你爸的面子 我会卖给你啊 厂长 听说你的股份占了厂里的百分之二十 要不然你看到我爸的面子上 一起卖我都了 那不行 那怎么行啊 这么红星厂是国企 把它卖给你 那么等于我把国家的东西都卖给你了吧 你这不是逼我犯罪吧 瞧你急什么呀 跟你开个玩笑而已 有着这个呀 你就跟我一样了 以后厂里的新衰 你也有责了 大门 你 你怎么不敲门呢 我到这儿来从来都不敲门啊 刘总 你紧张什么呀 我又不是老虎 我 我紧张了吗 你这什么意思啊 我又没偷又没巧 这可是大门的办公室啊 我用得着在你孙经理面前紧张 好 不紧张就好 刘总 那你忙 我干活去了 去吧 自宁啊 你的礼物啊 我已经收到了 三百 打开看了吗 还没呢 打开看看 说不定啊 会让你惊喜呢 我不 我要在打开礼物之前啊 也给你一个惊喜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肯定特别高兴 佳宁 我们的孩子 已经六个月了 佳宁 你怎么了 你不是说你做梦 都梦到我们的孩子吗 你不是要等着我 一起看孩子慢慢长大的吗 你怎么了 三百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你要一个人辛苦地带孩子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哪怕让我为你分担点 哪怕是在电话里给你几句安慰的话也好 好 佳宁 有你这句话 就够了 哥 你观察过蚂蚁吗 什么意思啊 我小时候常没事啊 就在家门口 撒几粒米 什么也不干 就在那儿看蚂蚁折腾 孩子嘛 都个好奇心 我现在要做的 就是这搬米的蚂蚁 比如说我是这只蚂蚁 搬来一碗米 我用这一碗米 换这一桌的菜 你觉得能成吗 不是 这是怎么可能的 你说不可能是吧 我现在要做的 就是让这不可能变成可能 简单说啊 我用搬回来这碗米 换这一桌的菜 我再用这桌的菜 换成几百人的酒席 我再用这几百人的酒席 就可以换回一个 结结实实的红青场 没发烧的 怎么说胡话呢 你这个蚂蚁 背了一厘米 你闷着头就想这厘米 换回红青场 这 这完全是风马牛相及嘛 哥 你错了 这完全有关系 我用这杯子 换这个碗 你觉得可能吗 碰的傻的也许行 我用这个碗 再换这个盘子 这完全有可能啊 我利用中间的差价 以小换大 到最后 我就可以用这个杯子 换回一个红青场 完全没问题 我这搞不懂了 你 你怎么换啊 从他们工人股份下手 我问你啊 你这第一厘米在哪儿 又没钱 你就想去换回这那股份 人家会给吗 哥 我有超市和现金 先给他们一部分钱 剩下的拿超市的货顶着 而且给他们的货 一律是七折 你觉得那些工人 借到这么大的便宜 不会心动 你这是往外砸钱哪 要是他们蜂拥地到超市去抢货 咱们这个正常营运都没法营运下去 哥 不会 我跟供货商已经沟通过了 他们也同意了延期付款 以前是一个月一结 现在是三个月了 然后我就有充足的现金和时间 去收购红青场 哥 你觉得我这计划怎么样 这个又打折又延期付款 这招我想不出来 那个大蛮 三个月 三个月真的能换回红青场 三个月 我必须拿下红青场 到时候 你这个蚂蚁可真变成大虾 哥 哥 你就觉得我这事靠谱靠谱吧 靠谱 绝对靠谱 郭大门 我要给你提个醒啊 这事千万不能让乔治知道 你想他一个辅导人家又不懂经营 万一他炸了 那全成劫之 你想 算我多罪啊 好 乔治对你可是一些意义的 这个事还真不能让乔治知道 善儿 这些菜搁点辣椒 炒着可好吃了 配搁 你去 好 来了 来了 来 来 来 阿玛 阿玛 大门 来 坐 干嘛 玩着呢 什么玩着呢 这是艺术 你怎么净烧我生气 我今天办了件大事 您好给你贷款了 什么呀 别添添沙了啊 那你有什么大事 我要吞并红星厂 你 你要吞并红星厂 大门 那红星厂可是一千多人的国企 你 就 你 那不等于 等于蛇吞象了吗 您怎么说这蛇吞不了象啊 没看出来啊 你小子 底气挺足啊 这被褥啊 是我刚帮你换的 全新的 你和三门 以后就挤这个屋吧 妈 你就别收拾了 一会儿我自己来 这屋啊 一下子又整两个人了 妈就想你们小的时候 两个人住一屋的时候 打打闹闹的 你呀 性子烈 整天欺负三门 三门一被你欺负 就呜呜地哭着 跑到屋里来找我 小时候 妈真没少帮你们端案子呢 你放心吧 妈 我以后 不会再欺负三门了 你能回来 妈就知道 这个家 你是真当家的 这个家里的人 你也真都放在心里了 妈 是你让我知道 这个家里还给我留着位置 那以后 你就待在妈身边 别再走了 给你哥打电话 今天晚上我们大家一块吃饭 庆祝我的二伴回家了 你把这事告诉刘工辉了 是啊 他把我当兄弟 我不能跟他藏着掖着不是 再说啊 这事他很支持我 他甚至提出要和我一起去收购工人的股份 你答应他了 没有 这超市不能没人盯着 大麻 这俗话说啊 知人知面不知心 咱先不说你吞并这事能不能谈成 八字没一瓶呢 你把底交给别人了 那你就不怕 海燕 你就放心吧 我跟刘光辉那儿多少年的交情 他是自己人 你就那么肯定 行 以后做事啊 最沿着的 行 我走了啊 大麻 走了 这个吞并红星厂的事吧 你还是在琢磨琢磨 为什么呀 你想想啊 你从创业到现在 都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过来的 那红星厂是一千多人的国企啊 你 你单打独斗能成吗 海燕 我单打独斗怎么了 再说 我超市还几超人呢 红星厂人不就多点吗 大麻 你等一下 妈 大麻 赶紧回来 二满回来了 咱们在家吃顿团圆饭 好好 好 海燕 我得回家了 二满回来了 二满回来了 这是好事啊 这不你们一家子就团圆了吗 海燕 要不然你跟我一起回吃饭去了 吃什么呀吃 我那活没干完呢 海燕 那这事啊 再帮我琢磨琢磨 我改天再来 行 快去吧 走了啊 接着玩了 去 去吧 来了来了来了 炒菜来了 乔治 别忙活了 赶紧坐起来吃吧 婶儿 你们先吃 我还有个汤 马上就好啊 来 小满 吃菜 吃菜 太奶奶 我不叫小满 我叫星星 谁叫你难改名啊 星星不好听 小满好听 星星 你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回事啊 奶奶喊你是啥 你就是啥 别叫 听见没有 小满 赶紧坐下 今天二满回来了 我们一家人 算是齐整了 快 别忙了 坐下来一起吃 善儿 你们先吃 我 我马上就好了啊 小满 你以为说一家人 不包括你人星星吗 这么多年来 我们早就把你 当成是我们家人了 来 赶紧坐下 来 行行 上老爸这儿来 妈上去 妈倒个地方 别光看呢 吃啊 来来来 吃快吃 快吃 吃 行行吃 来 我先说两句吧 很高兴 今天能跟自己家里人 在一起吃饭 感谢妈 给我射的这顿街封宴 我就见花献佛 先敬大家一杯 快 谢谢 敬你啊 敬蕾 爸 你吓死我了 你别整腾个低后武功队似的 你这干吗去啊 我跟大满陪客户去 大满 大满不是白天来说 他回家吃饭吗 对啊 所以今天我单枪匹马的去 爸 你不愿意帮人家 你还不允许我帮人家的 心里 不是爸爸也多管闲事 你说 你说你大老碗袋穿着花枝招展的 弄得跟蝴蝶似的 你这么飞出去 你就不怕惹事啊 爸 你这可是第一次夸我呀 这蝴蝶好 蝴蝶好 你别说我跟蝙蝠一样就行了 我这时间来不及了 我先走了啊 爸 哎 哎 没见过孕妇小姐 算吧 你这动静可真够大的 刚开始 肯定把妈给吓傻了吧 妈呀 比我还贪然呢 为了孩子的营养 妈天天想着法了 给我做好吃的呢 妈同意你把孩子生下来啊 想当年 我就是私奔一下 就把妈下的要死要活的 你这冷不丁地挺了个大肚子回来了 可想而知 咱妈要人受多少煎熬 才同意你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你就别担心了 姐 怎么呀 没有你想得这么脆弱 不过以后啊 我们就再无给妈惹麻烦了 我呢 等我生完了孩子呀 我就去美国 你呢 不给嫁了一个好丈夫吗 姐 你说 咱妈以后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呀 饭麻烦了 姐没有结婚 姐的订婚是假的 朱大荣也是假的 是我花钱雇的 姐 那咱妈 妈去找过我 都已经知道了 是妈让我回来的 回家了 我这心忽然间就踏实了 三年 姐在外面折腾了三年 从来没有像今天 躺在自己的床上这么踏实我 妈 你还没睡啊 把乔治和欣欣送回家了 送回家了 来 坐下 妈有话跟你说 怎么了 什么事 怎么了妈 大门啊 你和乔治 你们两个 我们俩怎么了 你看星星喊你老爸都喊得顺嘴了 你们两个 妈 你想什么呢 这星星叫我爸爸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再说你不也拿巧识当闺女 星星当孙子吗 我想知道你怎么想的 我能怎么想啊 我就把巧识当成我姐姐呀 要不然我能对她那么好吗 你说是不是 真这么想的 真的 婶儿 你在这儿呢 你来得正好啊 你帮我挑挑看 这么多牌子 我都不知道哪个好 婶儿 这个是我给三盘选的 一会儿啊 你帮我带回去 你花这阅望钱干吗 放回去 这是我的心意 巧识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 可是不咱们两家 还用得着这些俗礼吗 再说了 孩子生下来啊 以后有你帮着忙活的 你放心 婶儿 我保证随叫随到 你要什么呀 这个女朋友 我不会乱买的好 阿姨 来买东西啊 我来帮你拿 帮你拿帮你拿 好 婶儿 要不 要不你慢慢选 我忙去了啊 好好 妈 你先挑着啊 小致啊 你等一下 心里啊 你帮我拿这包牛奶看看 阿姨 你说拿什么 二姐啊 帮我把录音机打开呗 来来来 瞧你身和孩子矫情的 还听胎教音乐呢 是不是给你找个现场乐队 来演奏 会对孩子更好啊 佳宁 你听见没 我二姐啊 嫉妒我们的孩子呢 说什么呢 我呸 我嫉妒你们 我要是早点生孩子 现在孩子都满地跑了 你听见了吧 你听见了吧 听见没 她可生气了 好 我 去吧 好吧 我来 我乲了 我第一次就在学校 大学都是学校 这样儿才friend 在一届提高班 时间是半个月 那好事啊 他什么时候来啊 他没说 他说咱们普及班是三十个人 人太多了他不干 他要带的话只带十个学生 这王八段 生了八段他长脾气了 关长 你不是跟他挺熟的吗 要不你跟他说说 说什么呀 这种事怎么跟人家说呀 这么着 你就跟那个孩子家长说说 反正从三十个孩子里择有录取 从里边选十个 完了 那别的家长要是找我 那我怎么办 你让他们来找我 你去吧 行 高姐 安盈 找我有事啊 还知道你说准了 大满回来了 这事我知道 大满跟我说了 这好事啊 你应该高兴啊 我是挺高兴的 不过仇事又来了 二姐 二姐 我肚子疼 二姐 怎么就肚子疼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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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把电话放下 把他把电话放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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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满 你怎么了 三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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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二满能蒙到你们文化馆来 那个 我 我先接电话 喂 二满 你妈在啊 三满 三满要生了 你 你先别着急 我让你妈马上过去 那 来 来 放心别怕啊 妈一起陪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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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给 妈给你 妈给你 别怕 妈 别怕 妈 先别急 你们在外面等着 妈 我刚进那段时候 这里边所有集集都转着 哪家你一刚进这走道 声音响的震的你嗡嗡的 哎 啊 脑子呀什么都听不见 现在可倒好 清静啊 咱为什么不想想办法呀 想办法 那是领导的事儿 我们这当工人的 干好本职工作就行了 清静啊 啊 这场里的股份谁最多呀 这场里的股份谁最多呀